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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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憂鬱症大概已經十幾 十五年以上了 吃藥控制十五年以上了 然後被那個太大的工作壓力 就給擊垮了 然後因為太常加班 我家人就是讓我跟我女兒相處時間 越來越少 我回到家他們吃飽 然後我老公每天都湊著臉看我回來 因為他覺得你又這麼晚回來 你到底在幹嘛 你也沒加班費 你做那麼晚幹嘛 什麼 我每天那個掐人情氣氛都非常不好 我又帶著這種壓力 然後去公司又是一種壓力 所以那個時候憂鬱症就大爆發 所以我就回家 那時候休養養病的期間 我就慢慢開始摸黏土 然後買飛機木 齊齊哥哥 做一些小東西 然後就在臉書上給朋友看 有朋友建議我說 你把秀珍妮怎麼樣的 有技巧性的把它推廣上去 就好 我就開始有這個念頭了 那因為那個時候也可能上教會以後 心情也慢慢比較開朗了 沒有這麼每天哭了 好我就開始有念頭就想 那我就想 怎麼樣做成一個作品 整個一套一套的一個set 這樣子讓大家喜歡想買 沒想到也是都放上去網站 開了一個社團 很快就很多人要來加入社團 很快的就 我的粉絲一直一直在增加 一直在增加 也很立刻的就一直有人要買 一直有人要買 以前就是憂鬱 然後冷淡 然後也覺得 反正我就是要趕快賺錢買房子 反正我就是努力 那我就好好的享受自己的人生就好了 可是有了他以後就故鄉了 就覺得說 我要一個幸福的家 我們完成 有三人的家了 然後我要怎麼樣這個家更幸福更溫暖 那種愛就出來了 不管他做錯了什麼 我會告訴他說你做錯了什麼 可是我今天一定要處罰你 但是我雖然要處罰你 你還是要記得 媽媽永遠永遠的愛你 我媽媽不會因為你今天做錯了什麼 或者你今天功課不好 你今天成績不好 我就不再愛你了 我只是要告訴你 你今天做的這件事情是不對的 但是媽媽無論如何都永遠愛你 在我心目中的媽媽裡 最好的詮釋就是 永無止盡的愛 他辭隆 我我是想到要一個活動 這些人 Ana 就是